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深不息 繁荣桑胜 欢迎再度回到正传媒的理工男的异想世界 今天我们要为台湾喝彩 为台湾鼓掌 太厉害了这个台湾 尤其是在台湾价值的一个灶顶之下 台湾真的是一个奇迹之岛 这个奇迹之岛是物种的变化 已经打破了整个达尔文的进化论 11月26号那一天 你又发现整个物种在台湾第二天 全部就翻掉了 原来是恰恰的藏人 后来就变成了刺 像乖的一样 像乌龟一样 像鸵鸟一样 都不讲话 原来非常凶狠的 到处出征的乱斗篮 后来那时候像蜜欢一样 一下子就变成是自我防卫 然后像刺猬一样 这个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1126选举之后 台湾的政治局势 目前的状态和将来的可能发展 如果你关切这个频道的话 请记得在右下角的小叮当 按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当然知道说 11月26号 这场选举 民进党大败 而且败到了是呢 36年来最败的一次 可是里面有一个最核心 最重要的一个数据 就是低投票率 我们当然知道说以前呢 台湾的投票呢 变化很多 投票的时程 投票的制度 但是从2008年 开始一直到了2012年之间呢 开始做一些 整个选举的调整 所以大概就是两年一次 两年一次 两年一次 两年呢 是总统和立委选举 两年呢 就是地方上的普遍的一次选举 然后这个之后呢 其实投票率 大概都在六成五以上 但是这一次 只有59.86 所以一个超低的投票率 可是这超低的投票率呢 其实是打了民进党 非常大的耳光 因为民进党在这次投票里面 出乎意料的输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 他们都没有认为他们输 他们的检讨里面就是认为说 台湾的选民不是货 他们在检讨选民 台湾的选民呢 没有呢 发觉说 其实民进党是做得很好的 他们的宣导不够 然后呢 可能他们要加强宣导 所以都是在检讨选民 没有检讨自己 可是问题 我为什么要讲那个 整个投票的数字 因为事实上 长期以来 我们都知道 台湾里面的民进党 偏绿的选民 是比较铁的 比较铁的意思就是 所以喜欢被开玩笑的讲说 就算那天发生大地震 他们都是 先抢出投票单和印章 投完票之后再回来救灾 就算发生大水 也是先投票再救灾 绿的选民是比较铁的 所以越低的投票率 民进党应该越占便宜 而越高的投票率 才有国民党和 有点机会 可是这一次呢 59.86 跟平常输了这么多一个投票率 而整个民进党是大败 败到只剩二市三县 就是台南市高雄市 然后嘉义县 屏东县 还有捡到一个便宜 因为国民党在内斗里面 内乱里面的澎湖线 加起来人口 在我们2300多万 将近2400万人口里面 民进党只剩下605万 那真的是输到最惨一次 那这么输的情况 我们就回到说 去今年年初的公投 低投票率的时候 民进党就会占便宜 而这一次 低投票率 民进党吃了大亏 事实上你再去看 整个国民党的选票 并没有出来 低投票率当然也有影响到 国民党一点点选票 但是结果是民进党大败 里面的结论很简单 当然可以 将来一定有很多研究学者 只要他们不要再去抄论文 都可以分析这场选举 分析很多事 可以写出很多硕士论文 里面最重要就是 民进党的选民不投了 而且不只是中间选民 不只是年轻票 而是政律选民 传统律选民 投不下去 我们之前我也在那边分析过 其实很多人对民进党是失望的 我不是民进党的民进党 这一次选民 尤其是民进党的传统选民 投不下去 不想投票 确实给了民进党一个教训 再举更具体的 比如说台北市 蒋万安终于拿回来了 整个台北市了 国民党也不要太高兴 为什么 因为蒋万安得到的票数 比丁守中还少 比连胜文还少 比韩国瑜在那个韩流 弄到全台湾都吓得要死的时候 2020年台北市长里面 韩国瑜的得票都少了10万 其实蒋万安 你也就知道国民党的票 其实没有完全出来 国民党虽然看起来赢了多 超乎预期的事先的时候 可能认为蒋万安是赢6万票左右 能够超过十几万票 只是因为民进党不投 桃源的张善政 也是因为民进党不投 民进党为什么不投呢 其实里面很重要原因 就是因为 民进党是出生于台湾本土 从草根崛起的 他们非常的认为主权在民 竟然主权在民就是 老百姓是国家的主人 而不是官本位 以前讨厌国民党 救国民党那个死汉 就是那些官好像是统治者 老百姓你就必须向顺民 什么叫做以前的官的沟通方法 那时候是民进党 党外时代嘲笑国民党的 这个国民党的政府 他们那种高高在上 他们来沟通就是 我来勾你就要通 那现在 大家为什么这么生气民进党 因为 苏贞昌这个内阁 就是那种 我来勾你就要通 尤其到选举之前的 恰牙牙的状况 苏贞昌 你再怎么样 你没有选票基础 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民 授权给你 你只是蔡英文的执行长 就用李登辉讲的跑腿的 你一个跑腿的人 不管怎么样 立法委员是人民的选票的授予 你在立法院反执行 还沾沾自喜 你骂了洪孟凯 你骂了蒋万安 你以为你很伟大 但是 你根本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 可是这样的一个行政院长 成为藏狼 你这样这样子当然上行下效 所以我们会看到薛瑞源 什么的销商 什么的骄傲 然后再过来到陈吉仲 你是农委会主委 你在这个时候你出来呛下一声 国子馆解决淡荒 我不敢诞价的问题 每一个人屁股都翘上天 当然会让人民讨厌 尤其是政律的选民 有民主素养的选民 经过帮台湾奋斗拿到民主的 政律传统选选民 怎么看得下去呢 你们这种嘴脸跟过去他们痛恨的国民党 有什么两样 没有 所以他们不投票了 而且还有的就是 行政权你有一定的界限 你一个王美花 你平常是经济部长 也没看到你在这段时间里面 对台湾经济做了什么贡献 台积电的努力 那也不是你王美花的贡献 然后呢 龙潭那边 什么依奈你要立足龙潭 开始去炒作 郑运鹏炒作 郑文灿炒作 苏生昌炒作 你王美花 至少是出身专业的财经官僚 一点概念都没有 第一个 以奈敏到现在为止 台积电实验室确实在做 但是有没有做出来 整个已经可以量产的规格 没有 再过来 台积电这种重大投资 全世界都在看 台积电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你把它当成是 整个选举政治操作的无限卡 拿来消费 你叫大家怎么看得下去呢 你怎么可以把台湾的资产 变成你政治上 私用的筹码呢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如果台积电真正要进行一奈米 由台积电宣布 国际上也会关切 你们在炒作 台积电也不好讲话嘛 台积电也不好去漏嘛 再过来你用这个东西 变成是骗选票的一个方式 台积电没讲话 可是台湾的老百姓 不是你那些蟑螂耶 不是你那些养的那些彻翼耶 是有学问的 是有尝试的 一个一奈米如果要量产 量产周边的许多需要的周边的产业链 如果你连一个量产的模式都还没有定案 你怎么能够确定 他会选在中科南科还是足科 甚至是桃园农坛 你们就来炒作 再过来 王美发你根本糟糕的事情是 整个科学园区的主管单位 自古以来就叫做国科会 跟你经济部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王美发来趁这个热闹 你王美发去让支撤会 在这过程中当选举的打手 当然人民讨厌 可是你会发现好玩的是 这群蟑螂一下子选举败之后 每个都像鸵鸟了 都像乌龟了 都躲起来了 然后嘴巴上每个都出来讲说 个人去留不是重点 但是你们根本脑袋里面 就是想留 没有羞耻心 下台错了 败了就要下 因为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这是想地方选举 地方选举跟国家安全无关 跟抗中保台无关 就是内政 就是经济 就是生活过得不好 就是看到你们这些嘴脸 你们这些帮人民服务的人 高高在上 大家想要教训你们吗 结果都躲起来了 完全没有责任政治的概念 然后过去那段时间 民进党党部 主席逝者出来讲说 那些侧义 不是我们民进党的主要成员 我们不能这样子讲 怎么侧义 你也承认有侧义 有网军了吧 但是有侧义 有网军 你说他们不是主要成员 但是你们这些主要成员 在选举的时候 利用他们打前锋 你们跟着在后面摇旗呐喊 你们比这些侧义更糟糕 这些乱斗率 难道不是让社会痛恨 讨厌的原因吗 可是我们就看到了 民进党的堕落 就在这个状况 开始扯一堆 因为要省总预算 所以行政院不好请辞 你胡说八道 那你们现在的赖清德呢 赖清德在当年的时候 2018年一败之后 就请辞 请辞之后 他至少可以 我请辞之后 总预算过关 我再交接 这个才叫负责任的态度 然后又说什么 选举失败 我们不需要要内阁总职 其实如果你回到其中选举 这一次拜登是因为共和党赢了众议院 但是州长民主党赢了 在参议院民主党稳下来了 所以不算胜败 不然你看美国会不会整个白宫国务院各个部会大改组 当然会 然后你说只是观感问题 开玩笑 人家强身 英国的首相强身 民主最老牌的国家强身 他目前有犯错吗 连任之后没犯错 只是因为里面有个阁源 社会形象不好 他就下台 特斯拉 他的政策还没有推起 他提出一个政策的一个概念 一个方向 民众不接受 他就下台只做四十几天 观感当然 这叫做民主国家的责任政治 如果是日本 你看到日本的只要有议员改选 国会改选 如果说整个自民党的派系不好 一定重组内阁 那像我们这么赖皮的 这个苏贞昌就是赖皮 赖皮的步骤 那步骤是什么 他们叫托 第一个方法叫托 就是托过现在已经很确定 他们绝对不会因为败选而辞职 他们会到了明年初的时候 找个理由 阶段性任务完成 然后开始改组 开始重新安插人物 然后呢 就当作败选他们没责任 完全没有因为败选 人民反弹的羞耻之心 这样的政府 这样的新政院 苏贞昌内阁跟马英九时代 那些被人讨厌的内阁 几乎是等一样了 再过来就是赖皮 就是混 说什么呢 要赶快推出个吴鱼龙 帅哥来选新北市 话题赶快转到吴鱼龙 转移焦点 然后这就开始让整个社会忘掉了 你们这个内阁做的多烂 这个东西就叫做没有民主素养 但是这样的事情 OK啦 反正国民党也废 现在社会上没有什么重大的事件 台南的巴帕克子弹 中立的柬埔寨事件 你们都不需要负责 你们对人民都没有责任 反正蔡英文提醒你们 反正蔡英文不希望 内阁改组之后 赖清德的人马 拿到更多的筹码 变成是除军要逼宫 所以完全不愧对了人民 一场选举是人民做了一个态度 可是民进党太弱了 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那些战狼 那些乱斗律也不敢讲话了 但是就开始胡咬 开始咬高家瑜 开始咬王世间 然后放一些奇怪的消息 何志伟 把何志伟跟黄成国 家里面的个人的过去的私院 拿出来吵话题冲板面 这个就叫做民进党的检讨 所以你会发现 我想这样预告 在这个情况之下 总统 基本上2024 因为国民党实在是 离个侯友宜 侯友宜的人气没有问题 但是接下来侯友宜的人力 绝对会被检验 所以不要看侯友宜的 现在民调这么高 他真正的对于国家的方向懂吗 对于国防外交有概念吗 对于经济发展有原则吗 对于文化有能力吗 他其实这些 除了到时候 已经不是只用四个字 好好做事可以应付了去的 所以侯友宜要小心的是 他可能也会变零跟人一样 刚开始提名的时候民调很高 然后后面马上就不见了 因为你讲不出东西来 而整个朱立伦可能就是吴敦义2.0 就是又开始重新的 就跟2019年整个吴敦义的提名姿势 什么乱七八糟 所以国民党一定是废 而至于柯文哲呢 柯文哲有那张选票 一定会参选总统 可是这一次 黄珊珊并不是完全靠着柯文哲 而是因为讨厌民进党 所以黄珊珊已选得超乎预期的比较 他认为他可能是20到23的盘 还要高到了25 也带了四个民众党的艺人 所以台北市可以成为党团 然后高宏安呢 虽然当选了新竹市长 可是他的选票其实是稍微有往下滑 民众党呢 只有两个议员 也不足以成为党团 再过来呢 高宏安要去面对的是新竹市 不是台北市 新竹市是根据地方资助法 只有一个副市长 三个局势场 可以政务官任命 其他的你都要用 就是常务文官 常务文官有资格才能够去新竹市政府 所以民众党柯文哲想要去寄居于新竹市 也没有机会 所以柯文哲只好你就回台大 回到台大之后 当然医生之后 你后面没有升降 就算你在选总统 你就会跟整个宋楚瑜一样 百分之五左右挣扎 所以最后耐性的还是会上 可是整个社会我们会过去的是 要去面对一个状况是 目前民进党只统治了605万的人口 很多政律的人 包括你看最近时候 苏贞昌不辞职 许多刚开始是大家妈妈高嘉瑜 大家妈妈王世坚 可是你看到邱志伟也出来了 你会看到的林俊宪也有一届 你会看到 学运时代的指标大哥李文忠也出来讲话 因为你们背离了民主政进步这个真谛 你们跟国民党越来越像 一个类国民党又在现在这个局面里面 县市已经被国民党统治了75%的人口 接下来立法委员上市因为韩国瑜的状况 让国民党抄叠 抄叠的时候国民党只剩下3435级 可是现在这场选举 加上你民进党现在这个局面上市捡到了便宜 可是你的六十几级立委 个个都不保 所以很可能的状况 如果民进党真的不去反省 真的不去好好的检讨自己 还是在那边耍赖 在学当年国民党败选之后 那种赖皮就是巴风吹不动 吴宁北就是我就是不走 这个局况之下立委 比一时民进党会面临解办的困惧 也就是说赖清德很可能 还是有机会当选总统 赖清德当选总统 当然可以任命行政院长 然后地方上在北感西以南 云林的北感西以南才是你的地盘 然后高平息这一次差一点就不保 然后在立法委员里面 李民进党的立委减半之后 你在立院也没有现在的一个主导的优势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 就变成是你其实就是周幽王 困在首都困在王城 然后就只有在博爱特区里面 总统府行政院 这样的状况对台湾好吗 所以还是一样奉劝民进党 不要这么快的学习那个堕落的国民党 什么事情都没错 有错都是选民的错 然后我只要达到了一个官位 我就不走 而且苏贞昌一直撑在那边 我以前讲过 这对民进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你没有传承 你不可能世代交替 你国民党当时 本来号称国民党人才济济 现在变成是国民党出来的人 你看了就不像样 为什么 没有历练 没有历练你怎么扛起责任 那现在你苏贞昌撑在那边 然后你什么事情都查查为民 都不放手 你的内阁里面 哪个阁员大家有印象 哪个阁员觉得他可以独当一面 没有 那现在换下来了 我们民进党下一世代 谁能够扛起经济的责任 谁能够扛起交通的责任 谁能够有国际外交的视野 有这个历练都没有 所以苏贞昌你不走 民进党就不会有世代交替 竟然民进党不会有世代交替 大家当然要担心 那他们有治国的能力吗 赖清德有人可以协助他吗 如果真的苏贞昌挺在那边 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事实了 没有办法 赖皮就是赖皮 但是你挺在这边的结果就是 你拒绝世代交替 民进党终会因为你而被政权轮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